一部沒有跟上21世紀的公司法 一個總把企業的反彈當作藉口的社會 造就了一個讓富人企業大玩境外金融遊戲的秘密天堂 這個是今年天下雜誌在公布 國際組織對於台灣金融隱匿度 竟然排名高過加勒比海的那些洗錢天堂的時候所做的評論 這次公司法的修正行政院告訴我們 為了要面臨APG洗錢防治的評鑑 這個目標我們大家都贊成 也知道對台灣未來企業的經商環境 跟國際競爭力至關重大 但問題是在整個面臨洗錢防治重中之重 實質受益人的揭露的時候 連我們洗錢防治辦公室參與國際APG評鑑的專家 法務部的代表都清楚的說 目前公司法這樣子修 絕對不可能滿足洗錢防治評鑑的要求 絕對不可能及格 明明就知道冰山在那邊 我們還是要選擇職意閉上眼睛 撞上去嗎 除了去面對國際洗錢 評鑑的防治以外 更重要的目的 時代力量認為在於保護投資大眾 實質關係人 實質受益人不揭露 它會造成什麼狀況 我就以去年夏天造成軒然大波 讓非常多 對於提升產業願意投資的小股民 犧牲慘重的熱身案當作例子 當許金龍透過白死乾頭 在買可轉換公司債的時候 市場上沒有一個股東知道 原來白死乾頭背後的老闆 就是許金龍他自己 他自己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欺騙投資大眾 來欺瞞所有的小股東 用這樣子的犯罪行為 造成多數股東的受害 透明是最好的顏色 我們希望這一次公司法難得的修正 能夠真正的揭露實質受益人 真正保護絕大多數投資大眾的權益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 你知道大家看清楚實在這樣做什麼 很多事情誠意很高 很多東西藏在細節裡面 拿一個包裝 要操作PET來抹黑大家 就是如此嘛 大家不要爭笑耶